我自知身份地位 再与大人两情相约 我不求任何名分 只求能日日配在大人身 好孩子 宋罗 你快去吧 爷 我们进到晚啊 就今天早上 我带回来那个你呢 爷上朝后 老夫人就带着姨娘 去书房问话呢 这时候应该还没好呢 那日 我眼睁睁地看着家人 拼死忽住弟弟逃走 却把我丢给了山匪 正当我万年聚会的时候 梁大人带着宋锦出现了 是大人把我从山匪手中 给救了出来 他还送了我一把扇子 作为信物 我侥幸活了下来 但因为我母亲身份地位 在家的日子惨淡 大人送我的那把扇子 并是我唯一的寄托 我自知身份地位 我自知身份地位 但与大人两情相约 我不求任何名分 只求能日日配在大人身 好孩子 真是苦了你了 真没想到 你萧萧年纪 甚至竟然如此坎坎 我现在明白 我们家依儿 为什么要瞒着我了 他怕我嫌弃你的出身 不能容你 他也未免 太小看她的母亲了 在我嫁入侯府之前 我只是贵妃娘娘身边的 一个侍女 跟你一样苦出身 可是现在 不是一样 当了侯府夫人吗 姑娘 你不能再说这种 自清自贱的话了 你虽然是个歌女 但是是义儿 第一个认下的女人 她看中你 我也看中你 从此 你再不会 孤苦伶仃了 谢夫人 逸儿 你怎么回来那么早啊 母亲 今日我下潮比较早 所以提前回来看看 回来得正好 你纳切仓促 府中也没什么准备 我正好 想给婉儿挑个住处呢 也算是你们的新房 不能让她一个人置办 你一块儿去看看 对了 把朝福先换了 好 回来 去吧 去吧 来 快去吧 快去吧 走 去吧 去吧 和你 duction 来 去吧